接下來的話呢畫面再借給我一下 我可以看一下 所以請各位呢把剛剛那一題完成 那剛剛有一個地方不曉得 有沒有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寫的這個程式 我除了用那個尤其是table部分 我寫了用find all table 然後第五個的話是中瓜虎四對不對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在雲端上面給的程式嘛 我是寫成這樣子 另外一個寫法 什麼寫法 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在之前好像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我們寫的方法 我看一下 我剛好瞄了一下 我發現我上個禮拜寫的 是寫成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 我是用find table 但是不太一樣的地方是說 我多了一個類別 那如果呢你的 那個什麼標籤 再加一個類別 變成唯一的話 那其實就是用find就可以了 那我怎麼會知道 其實按滑鼠右鍵檢查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class 我的那個table在這裡對不對 那有沒有發現 它後面多了一個class 這個class名稱叫什麼 autostyle4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你知道用find可以 其實主要原因很簡單 我就直接把這個class名稱點兩下 一樣怎麼樣 Ctrl-C Ctrl-F C C Ctrl-F 然後Ctrl-V 貼到這邊來 那我就查了一下 我發現呢 它有兩個 不過呢 其實兩個不一定準確喔 你要再加一個雙引號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沒加雙引號 它會把那個就是 它裡面的那個style 也當成是class名稱 所以記得喔 你就再加一個前雙引號之後 你會發現它這個頁面 這個網頁裡面 就會只有這個class名稱 如果是唯一的話 那其實喔 你也可以用find就可以啦 ok 所以兩個方法 我們剛剛那個方法喔 除了說可以用find findall之外喔 如果你假設不用findall的話喔 你可以這樣子 用find 然後呢 除了標籤之外喔 可以再給第二個特徵 什麼特徵呢 就是剛剛這一個 class等於什麼 把這個名稱點兩下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它的tag名稱 的後面 也就是說呢 它除了標籤之外喔 它的第二個特徵 就是這個類別 那找到的話呢 如果只會有一個的話 那你就只用find就可以了 這樣也是ok的喔 兩個方法 提供給各位參考吧 將來那個網頁裡面 會有類似的問題發生的話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其他的一些相關練習喔 我要把它放在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的地形 看一下這邊喔 第十一頁這邊 還有其他的表格練習 比如說我也常請同學練習的 就是那個交通部的那個什麼 交通部的一個統計查詢網 它裡面的話包山包海 提供了蠻多的 就是有關那個什麼 就是像一些交通的那個相關的那個 一些數據啦 如果假設你要看到它這個資料其實 這個前面 應該給各位一個網址 那這裡面的話呢 比如說我想要抓這個高速公路的那個取締違規案件 它這邊也是一個表格 不過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喔 你把它按滑鼠右鍵檢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喔 其實理論上它一樣是一個table 那每一列一樣是TR 可是不一樣的地方喔 就是它儲存格裡面的標籤名稱 除了有TD之外有沒有 欸 還有TH欸 有沒有 只要是欄位名稱有沒有 它都叫TH 這些都是TH 那這一列的話也叫TH 這個中間的才是TD喔 欸 那所以如果你要爬這個資料的話 哇 那更麻煩了 它要多一個TH OK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玩玩看 看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網頁的資料爬下來 那甚至你也可以問一下ChargeBT啦 欸 把這個網頁貼給他 那請他幫你爬 不過我試過好像 正確性可能需要再斟酌啦 OK喔 那其他還有像底下有好幾個啊 像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比較簡單 那個什麼 嗯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這邊一樣會有個 表格資料 如果我要把它變成以Sale的話 欸 那怎麼做 我想你們試試看好了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應該都是TD啦 就可以把整個全部抓下來 比如說這些資料 我希望通通都把它下載到以Sale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這個我想 好多個這個網址 顏色練習請各位自己再試試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來練習喔 範例二 抓那個什麼呢 TQC Plus的這個證照的名稱官網 那這個網站點進去 它有個認證科目 那如果我有個需求 什麼需求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不是一堆這個名稱嗎 那每一個框框就是一張證照 OK 然後呢 證照的規則就是說 它第一個是上面的這個名稱叫類別名稱 這個就證照名稱 那底下的話就是它的證照的英文名稱 所以基本上一個框框 其實裡面就有三個欄位 所以呢 如果我希望請你幫我把這個資料抓下來 並且轉換成一個表格 那所謂的表格裡面有三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呢 就是它的類別名稱 這個放第一欄 這個放第二欄 這個放第三欄 也是類推喔 OK 如果假設啦 以前如果你用土法鏈鋼來做的話 那不得了 怎麼辦 全選Ctrl-C Ctrl-V 然後再慢慢搬 那不是搬不完嗎 OK 我們希望 你試試看 看能不能把這個資料抓下來 OK 抓的話其實原理原則差不多 反正第一個 一定是用request 把這個裡面的原始碼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檢查一下 檢查什麼呢 各位可以檢查它每一個的特徵 有沒有什麼特徵 那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按右鍵 這邊按右鍵檢查 第一個的話 好像特徵是DIV 有沒有 然後它有class class這個名稱 這個class名稱的話呢 如果我想知道 這個名稱是不是就是總共total的數量 那你大概可以點兩下複製一下 然後Ctrl-F 然後Ctrl-V 看一下 71個嗎 OK 71個 然後呢 當然如果不保險 你前面加一個雙引號 雙引號 還是71 所以呢 如果假設這個空空總共有71個 那顯然我們可以用DIV配上class名稱 那就可以把這71個的類別名稱 通通抓回來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它中間的這個第二個欄位 按右鍵檢查 這個是什麼 H4 那如果H4也是74個的話 那我用H4就好了 我們試一下 點兩下Ctrl-F C Ctrl-F 然後把H4 或者自己輸入也可以 然後前面加一個小魚符號 標籤一定是小魚 跟Class一定是雙引號 Total也是71 所以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第二個標籤用H4 那第三個的話是英文名稱 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剛好是Small 有沒有 它放在這個Small標籤裡面 我們看一下Small如果也是71個的話 那就Small來找不就OK了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 把這個小魚符號 加上Small 也是71耶 所以呢大概可以得到 這個一個結論 就是有三個欄位有沒有 這一個的話呢 它應該是放在這個DIV 加上這個類別裡面 所以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使用DIV 抱歉 你一看就知道不行 為什麼 因為這邊所有的框框都是DIV 如果你沒有增加一個類別 它就不知道說你要抓哪一個 哪一個這個DIV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它的H4 就是中間的 這個算是它的證照中文名稱 那所謂的H4 指的就是標題4的意思 OK 所以H1是最大的 就標題1 標題2 標題3 那Small的話應該是小字吧 OK 所以三個標籤 那如果我希望呢 我希望做到應該就是什麼 乾脆把這三個欄位的資料抓下來 那最好是幫我存成Exail 像我們剛剛做的一樣 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怎麼做這個動作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